代班前的大歐 主力真的很厲害 我們要跟他學習 盤面怎麼走 我們就做好自己的策略 該停損就好好的停損 明天再來 代班後的大歐 我覺得這個主力都有在看我的影片 我昨天講那個掛單 他今天就故意給我掛很大 掛在上面 又故意來點我停損 我今天停損 他就是主力故意的 各位朋友早上好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有兩個大歐 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我早上錄影的時候 忘記開麥克風了 所以導致我 錄了快一個小時的影片 是沒有聲音的 我們用看影片的方式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當時的狀況 那今天我的早盤規劃是說 昨天台積電夜盤 他已經漲100點 預期間能夠帶動台子 至少往上漲800點 可是昨天夜盤 台子已經漲了700多點 他在往上的空間會被壓縮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今天如果遇到跳空開高 或是他有出現假突破拉回 我們去做空 效果會比較好 我們看一下我早上 我沒有立刻去做空 是因為今天是跳空開低 如果是跳空開高 我就無腦空了 早上這邊是想要等他補這個缺口 然後我再回來空 這樣會比較安全 好這邊就是一直在等等等 看會不會補缺口 你看我的滑鼠開始動作 是因為我在猶豫到底要不要空 他這個走勢其實已經有一點偏空了 就是他如果一破下去 他後面就會盤點 但是因為他開低 從昨天最高點23988 已經回了100 快200點 所以我不敢在這邊空 已經一次賣壓 兩次賣壓 這邊又直接跳低 我們去追空會有一點危險 加上台積電又那麼強勢 我等他震盪完 如果台積電開盤 他有賣壓出來 我們再空 或者是等他震盪之後 拉回整理 那台積電有站穩 關卡 我們再來多 破敵了 那時候我超級懊惱的 因為我這邊應該要空的 我沒有空 錯過了 但錯過了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你的價位已經跑掉了 你再追風險就會變高 所以到差不多到這邊 我就已經決定 好了 今天不空了 我們等他拉回再來做多 那接下來我們是看台積電開盤 因為昨天夜盤 ADR是漲了9.78% 然後我這邊是說 開盤有大概6%的空間 所以預期 今天台積電如果漲停 如果往上還有3% 可能又可以帶動台值 再漲兩三百點 我們不做空 但是我們等他拉回之後 有機會可以做多 當時的大蛙就是決定要做多了 已經走出盤碟了 我們再去追空有一點危險 不是說盤碟不能追空 盤碟其實是很強的空頭走勢 但是因為他昨天已經釋放過賣壓 我們再去追會有點危險 這也是今天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我這邊做空 然後我就中年大叔操盤法 我今天就穩了 沒有後悔要該停損就是要面對 好我們繼續看我在哪裡做多 到這邊那時候我已經覺得 空方很強 他走出這樣是很強的盤碟 如果他的空方是這樣 一根很大根的 通常會立刻有獲利買回出現 他會這樣彈起來 可是如果是這種盤碟 他的延續性會很強 因為會有人想要抄底 然後他又被殺 抄底的人又被殺 他一直有燃料可以讓他下去 那早上這邊掛單 台積電的掛單也很明顯 在外盤是兩萬多口 在內盤只有一萬多張 差了一倍 所以可以預期往上打穿的難度比較高 往下打穿的困難度會比較低 到這邊都還是偏空 我那時候在等他拉回整理 想要等他震盪之後來找機會做多 早上這邊有一個現象 我特別指出來 就是這個 1100這裡 他的掛單掛超大的 他現在掛8000多張 等一下他越掛越多 這個就很奇怪 我們那時候覺得這個很奇怪 我早上的想法是 因為你看他這邊已經在打底了 我在想那時候的想法 天真的想法 覺得他是不是這邊掛很大 讓你以為過不去 然後他等一下抽掉 抽掉之後站穩1100 就噴上去 所以我那時候比較偏多 我也是在等待 等一下 拉回站穩之後 要來做多 好我們繼續往後看 這個1100掛單越掛越多 主力都比我們聰明 他花那麼多成本 掛在那邊 一定有他的意圖 才要去推敲想像他到底想幹嘛 有人知道主力掛在那邊的意圖 歡迎留言 這根大根的沒有再下去 我就要做多了 好我在這邊吃到23715附近 23715用中年大叔操盤法 我去守一個自己可以承受的停損 我們就不要理他 因為這邊看起來有支撐有攻擊 等他看會不會 又晚上 那時候期待是這樣的 但後面是被打到停損 現在要中午了 我們又面臨了到底要不要停損的時刻 23717左右進場的 這邊已經差不多100點了 如果這邊再破下去 差不多就要準備停損 那今天蠻特別的是 台積電他大單這個 1100這個價位 他卡很多在這裡 從原本5-6000一直到 現在已經14000張 他整個卡在這裡 14000張有什麼想法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這個真的很特別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他剛剛一度有拉起來 卡在這邊就過不去嘛 現在收盤了 整理一下今天的規劃 然後檢討一下今天的操作 今天早上是提到說 因為昨天台積電夜盤 ADR漲9%嘛 那台子的夜盤漲了700多點 那我們是預期他的賣壓會湧現出來 今天去追多也比較危險 所以本來早上的規劃是說 如果他有開高 我們就空空看 結果他今天是開低 我膽怯了 我不敢空啊 然後就盤疊盤疊 畢竟台積電他還是強勢的 他財報那麼好 他也是強勢的 那我們在這邊急躁的追空 也會比較危險 後面就是想要等他站穩 早上是說等他站穩 23700我們再回來做多 9點半的時候爆量打上來 這也是台積電打的 我們就會開始說 好像有機會站穩 台積電是不是要發動了 我掛在這邊等他 我成交大概在717 好像已經爆量攻擊了 我們就等他用中年大叔超盤法 但是天不遂人怨 我們後面就開始盤疊了 這才是真正的盤疊 12點的時候有再回顧一下 就說要準備停損 然後後來是這根下去又破底 該停損還是就好好停損 雖然我們現在尾盤來看 底部又勾起來了 今天的交易我們就好好的停損 那剩下的我們明天再來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台積電這個 1100的掛單掛的很厚 他從一早 從5000張6000張 一路到現在已經快13000 從今天的盤面來觀察 因為他尾盤又拉起來 我小編自己的推測 這個13000張會覺得是 他先把價格壓住 還沒有吃貨吃好 讓你以為要下去 等他真正要抽掉的時候 那就會噴了 今天晚上或者是下禮拜一 來觀察看看1100 會不會被他打上去 今天的盤後3分鐘就到這邊 昨天幸運賺錢 今天就是停損 該面對就是要面對 下禮拜一見 掰掰